人潮不斷涌入 有人手上一拿就是好幾袋 甚至出動紙箱行李箱來裝 就算天空下著大雨 依舊招不惜長榮海運小股東 強領股東會紀念品的熱情 而點評過去一年長榮營運表現 也都還算滿意 不錯啊 特地人 很好啊 很好 今年會繼續看好嗎 現在海運 看好看好 不滿意啊 套好的 買了有賺就賣 別人再買回來 不只小股東看好前景 總經理也信心喊 洪海危機造成船舶周轉率降低 連帶影響之下 目前遠東出口到大陸 已經出現缺貴問題 第三季旺季依舊很樂觀 只是這場股東會 似乎也成了長榮兄弟之稱的 延長賽戰場 長榮海運股東會 這一次的戒備也是非常森嚴 不只說很多會晤人員 在現場維護秩序 包括說進到大廳裡頭 還有主會場都是禁止錄音錄音 禁止轉錄轉播公告 直接張貼在牆上 廠內更有多名保全人員隨時監控 因為現場炮火四射 被視為是弟弟派新宇航空 K董張國偉人馬的律師林文棚 親自出席開戰 針對先前提告長榮和巴拿馬長榮國際各項資產交易爭議等 繼續和公司派律師進行攻防 針對之前提告的相關的事項來請問這個公司的高層 包括各個董事跟獨立董事 那我想公司有相關的說法 霸氣總裁冷消微 K董朋友麥萊蘭 也有小股東特地用雙關字製作標語到現場舉牌力挺公司判 只是這回長榮家族爭議搬到股東會上演 小股東們看在眼裡最大心聲 還是希望千萬別影響盈運 東森 財經新聞 莊博翔葉子晶 台北報導